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廷密室,我是月仙 不单虽然是我们的邻国,但双方却并没有建交,之间处于比较闭塞的状态 地处喜马拉雅山南底下,跟五国藏宁同宗同园 无论是服饰还是风俗习惯都很相似 公元1907年,屋檐望主客建立了不丹王国,成为了不丹一世王 从此定下了王位实习制度 如今,不丹已经建国一百多年,王位传到了五世王几个美首相 格桑雀登是不丹传奇太王太后,打入冷宫后铁腕夺权 如今90岁高龄仍健在 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样,格桑雀登也成为了不丹国民的精神支柱 被老百姓奉入神明 不丹是幸福感最高的国度,有着云上之国的美誉 格桑雀登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堪称是不丹版的校庄太后 格桑雀登的父亲名叫索南托杰多吉 曾经担任了不丹国的首相 母亲马忧穆穹英旺母多吉是西金公主 因此格桑雀登的身份贵不可言 从小就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少女时期,格桑雀登无忧无虑 容貌清秀,才华横溢 曾经来到欧洲留学 格桑雀登出生不单多吉家族 作为贵族之女,婚姻大事注定不能自己做主 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留学的格桑雀登被召集回国 跟几个梅多尔及望楚客王子联姻 此后,丈夫加冕成为不丹三世王 格桑雀登也成为了不丹王后 这桩婚姻完全就是正直联姻 虽然刚刚完婚的时候有一段甜蜜时光 但后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一开始就没有爱情 格桑雀登即使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还是无法完全走入国王的心里 不单一个传统的国度 格桑雀登虽然贵为王后 但是头等大事却是生育王位继承人 格桑雀登的肚子也是不争气 居然一口气生了四个公主 三世王早已经厌倦了妻子 早就想找个理由纳谢 如今王后膝下了五子总算是有了借口 不久后,国王纳了一位叫杨吉的藏族女子为妾 格桑雀登则被彻底打入冷宫 眼看格桑雀登要落得一个红颜薄命的下场 但好在命运比较眷顾 不久后,诞下了一个儿子 吉格梅新格王楚客成为了他的辅心 为以后翻身奠定了基础 不单三世王英年早逝 在自己43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 小气气下有三个孩子 本来打算按照先王的圣旨继位 没想到格桑雀登强势复出 格桑雀登联系昔日父亲的旧部 秘密发动了宫廷政变 将小倩母子私人赶出了不单 不单三世王铁腕夺权 彻底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扶持儿子吉格梅新格王楚客继位 本来就是不单王后的嫡子 因此新格继位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整个不单都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此时英国印度都对不单狐狮单单 格桑雀登一直保护儿子 成为了不单版的校庄太后 前段时间不单三位王后合体 一起拍摄了世纪大合影 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这历史时刻 现在的格桑雀登已经成为了 不单太王太后 90岁高龄依旧健在 年轻时候的格桑雀登美颜动人 容貌比佩玛王后都惊艳 终究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现在不单王室四世同堂 在整个王世界都很罕见 格桑雀登真的是一个 福寿双全的青史红颜 命运对他百般眷顾 不单国传承了113年 格桑雀登简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如今子孙后代都很孝顺 太王太后的身子骨也很硬朗 甚至依旧经常会出席很多公务 整个不单王室都是政治联姻 到了佩玛王后这里也不例外 三世王联姻西京公主 四世王迎娶了同胞四姐妹 佩玛王后也是名门千金 爱情和婚姻的真谛 其实就是门当户对 接下来是 三十岁不单王后出席国宴 先不再烟波弄头发 有贵族女背景就是厉害 吉曾佩玛是现今不单王室 唯一的王后 她出生于1990年 在21岁的时候和望处克国王完婚 成了全世界最年轻的王后 吉曾佩玛在结婚后就拥有了 王后陛下的头衔 她走到哪都非常有面子 连日本皇室雅子的老公 得人见她都要行礼 吉曾佩玛王后 长期优居在高原宫殿上 但她的美名传天下 西方媒体宽赞她是 东方的凯特米德尔顿 既时尚又前卫 在东方王室周 吉曾佩玛的确是少有的美人 她性格不是很随和 可独有的孤僻和冷艳 同样令人沉醉 吉曾佩玛在20岁出头的时候 就获得了皇室最高级别的头衔 出席国宴 她会坐在中心位置 不过佩玛王后并不在意这些 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还真是有些不合时宜 在国宴开始之前 雅子的老公德人 站在宴会厅门口 欢迎不丹国王和王后 其曾佩玛王后与德人握手 对方因王室极别问题 必须要向她行礼 当时德人天皇还没有继位皇位 只是皇太子 所以虽然她年长 不丹王后30岁 但还是得点头致敬 行皇家礼仪 不丹王后的面子真是够大 她在整场宴会中 被诸位宾客尊敬 可吉曾佩玛并不在乎 自己的尊贵身份 反而在国宴上 不停地剥弄头发 就像是不安时事的少女 走错了宴会厅 吉曾佩玛王后 能有这样的底气 可不是因为望楚客国王宠爱她 她贵族之女的背景 才是她敢漫步惊心的主要原因 吉曾佩玛王后 是大家族的女儿 她的父亲顿朱先生 表面上是个飞行员 实际上是皇室贵妻 佩玛王后的母亲 也是标准的贵族千金 她的娘家是布姆庞特 这是不单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 彩丽雄后 见惯了豪华场面之后 吉曾佩玛王后 看淡了名利与奢华 她能嫁给望楚客国王 也不只是因为 儿时的爱情承诺 更多的是皇族 与大家庭的强强连姻 望楚客国王为她放弃一夫一妻制 正是迫于佩玛王后娘家的势力 如果吉曾佩玛只是一个平民姑娘 那望楚客国王呢 很可能会像父亲一样 同时拥有几个妻子 正因为如此 吉曾佩玛王后 才对这样的盛大场面 并不感兴趣 她在国宴上 摆出一副气定神弦的模样 她只要一直做到宴会 结束即可 对那些冗长的发言 根本不在乎 望楚客国王 娶了这样一位 有势力有背景的美人 就是为了弥补 不单君主制的孱弱 所以她不敢过分要求吉曾佩玛 只要王后不犯大作就好 从各种细节上能够看出 30岁的不单王后 并不是一位高情商的皇室女性 她在各种中单场合 经常开小差 比些平民王后和王妃奥懈怠很多 她没有刻意地管控自己的表情 经常露出不高兴的一面 被人们形容为高冷 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表情散漫了 30岁的不单王后 从不担心 望楚客国王会剥夺她的头衔 她有贵族女的背景给她做保障 走到哪里都很厉害 所以起码对小小的望楚客王朝来说 无论是财力还是权力方面 都没有让吉曾佩玛放不下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单王后比以前懂事很多 参加宴会也比以前更谨慎 吉曾佩玛遭遇了国王的变心 也不像曾经那般清高了 她现在是两个小王子的妈妈 做事要为儿子未来考虑 所以还有事 relating于第二个小王子的 幻影像是在玉点